OK 那小米老師呢 像我自己的話 我很喜歡買這種厚底的靴子 對 像這樣子的靴子 還有我腳上的這一雙 都是比它 原來這麼高 妳那雙也10公分吧 那雙很厲害 它有內高嗎 內有增高嗎 我今天有增高 我來宣布一下我今天 它原本的高度是到這裡 但我跌到這裡 看不出來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 就是這個 好刺濁 這麼高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鞋墊 鞋墊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今年很流行的這種 它就是你可以先裸腳穿它 然後再把襪子 就是你可能再把襪子套在外面 這樣子 我來示範 我知道 你示範 我示範 如果你要需要脫鞋的場合 這個好 因為脫鞋的時候 不會尷尬 那就需要脫鞋的場合 才不會一下子變得太矮 對... 這超硬的 老師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這個好厲害 這個好厲害 這個發明太棒了 因為有的日本人 好多長毛刀脫鞋子 然後再穿襪子 再穿襪子 穿好多喔 給大家看一下側邊 3.5公分 因為一般 這個很厲害 我是用力踩下去囉 再穿你的襪子 對 因為一般來說 你有時候有增高墊的時候 你不好意思脫鞋子 對... 不好意思 有金子館 或者是吃燒肉到脫鞋子有沒有 對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裡面有那個 我會不自覺想踢腳耶 對啊 很厲害 而且穿襪子 老師現在去哪裡買啊 我現在穿不到啊 網路上還有一些日記 因為最高只有3公分 有沒有6公分 那有墊這裡的嗎 那你可以兩個疊在一起 有墊這裡的嗎 這裡 那個塞衛生紙 塞衛生紙 這個好耶 真的好耶 這樣拿起來人家也不覺得說 我有墊高喔 沒有喔 我就是這麼高 這樣 脫鞋以後不會 我就可以大方的到我家走來走去 對 因為有些你脫鞋之後會尷尬 因為你這樣走進來的時候 可能是高的 然後一突然鞋 怎麼矮下來 人家都會有一個眼神這樣 對 這個就不會啊 其實如果有買這種增高墊 是不是鞋子要買大一點 我覺得像這種襪子式的不用 還好就是一般 可是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像這種全墊的話 你就要大一號 你的腳排不會不舒服 因為你這個墊起來的時候 你的腳背這裡會往前頂 對 所以一定要大一號 好 各位 以後我出外景都會長高了喔 好好玩喔 對 但是我覺得像這樣子 如果你擔心 因為有些人你要去 有些場合 墊這麼高 可能腳後跟會跑出來 可能你就可以搭配像這種 比較高筒的鞋子 鞋子我覺得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其實一般我在穿搭的時候 我很喜歡穿oversize 對 其實我這裡也是上寬下寬 所以我會選擇的是比較短板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例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是男生 他們在選擇穿搭oversize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上寬 但是底下是下載 對 可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腰還是沒有出來 所以我都會教大家 你就可以塞一半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半露出來 然後你還是要把腰做出來 對 哇 哇